今天盘大涨三百多点耶 对哦 那好朋友们 你的高股息贴富有涨吗 看节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股市最前线 刚刚今天盘大涨将近 快四百点了 四百点 当然涨的理由很简单啊 会太猛了 涨的理由就是 就是依然是 没有没有 拉圈子 涨的理由是那个历历会议吗 哦哦对 反正理由是利率会议 而不是拉什么 哦 已经公布了啦 我觉得蛮有趣的 这些事情 这个打码本来就不意外 维持三码不意外 可是我觉得有趣的是 美股创新高 是 对不对 然后呢 S&P500也创新高 是的 台国界也创新高 有的 那我们来仔细检查一下 FOMC会议到底讲了什么 哦好啊 内容是什么 你看这个新闻 大家去查一下就有 利率会议 利率不变是正常的 不会降息啦 大家预估最快六月才降息 嗯嗯嗯 但 很明显他就说 那今年会降息三码 嗯 这件事 不是去年12月就知道了吗 对呀 这应该不是新闻吧 就完了 哎呀为什么上次 之前 大家讲说 会降息三码这件事 反而股市没有 表现得这么的猛烈 对 大家这一次 怎么表现得这么猛啊 大家买单了吗 不是 那是什么 好我其实给大家听 这件事真的很有趣 很吊诡 首先呢 去年随意是讲说 今年2024年 可能会降息三到四码 哎不对啊 这一次怎么四码不见了 只剩三码 嗯哼 所以其实是降得更少 嗯 然后呢 2025年跟2026年的 利率的点证图 也是降得更少 比原本预期的更少 那为什么 美股反而大涨 对 这就David刚刚讲的啊 股票市场好玩的地方 哪里你知道吗 大概去年12月的时候 美股很多人就觉得 啊今年会衰退啦 美股不会大好啦 台股不会大涨啦 只有David一直跟你讲说 会创新高 会创新高 大家都看错了 只有David这件事 两万一点很快就来了 嗯 你看第一季都没过来 两万人找到破表了 今天有两万 两万人一百多了 达证了 不是有达证 他们还有 已经超标 还有哦 两万加什么 还有 什么达证的 达证了 现在就股票卖光就好了 达证 目前 他后面还有 哦 他只完成第一阶段任务了 任务了 对对对 他重点来了 重点重点重点 那明明 联准会这次利率会讲的 我又没有要讲更多 对呀 原本三到四 啊怎么 那个到四不见了 只剩三 三 嗯 三 那不是联准会告诉你一个重点 联准会讲了那么多 那么多 那么多 他说重点不在于 今年经济好不好 所以我决定降级嘛 重点在于 只要我看到通膨的水准 真的压下来了 嗯 符合我的要求 是 我去降息 哦 那是不是跟David 几个月前跟你讲的 我说联准会的关键 不在于 利息数据而已 嗯 它更关键的是通膨问题 是 所以 这对美股 对全球股市来讲 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 美国既不会衰退 对 也可以撑着住 这个这么高的利率 嗯 再加上 今年原本就 三到四只剩三 就是表示 美国的经济状况更好 嗯 所以美股才大涨 是因为大家突然发现 诶 定性晚来了 嗯 可是 一个强心争 这有一个小缺点 哦 因为位阶已经不一样了 这跟三个月前的位阶 截然不同了 是道是道 三个月前 我们还在一万七千多 是的 嗯 现在我们在两万零一百 有 嗯 嗯 哈哈哈哈 三 差了三千 对 差了快三千点了 嗯 差了快三千点了 所以你看哦 如果当时 诶 如果当时的言论是那个时候出 现在的言论当时出 哎 不可能 林总会不会讲那么早 哈哈哈哈 只有我们 会讲这么早而已 林总会不会啦 是 哇 林总会不会把这逻辑就这样啊 慢慢来啊 哎就挤啊 刚刚挤一点挤一点 所以大概 你要等到五六月 那个利率会慢慢挤 才会看得到降级这件事啊 没错没错 好 anyway 所以其实目前来看哦 整个美股跟台股 完全按照我们的规划之后 是第一 唯一啊 我还是要讲一些小缺点啊 不可能都只有优点 嗯 小缺点是什么 约末两周前 David这节目上 我们有一集在讨论 00929 939 跟940 还有941 对 有 有当然啦 还记得那集电影讲什么吗 要我选 我选941 嗯哼 为什么 我说我喜欢它的那个高成长性 哦 我知道 老师当时有给我们一个表 对不对 那不重要 941那张图 在那边 这个很久 这个这个 这个要在两个礼拜前 这个这个这个 好 这件事不重要 重点是来 台北股市今天涨了360点 现在370了 400点 来看一下这些股票谁涨了 00919 99 群以台湾 嗯 跌的 跌的 呃 那929 929 跌的 再来 939 跌的 这还没收盘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现在 现在还在盘工 现在12点45楼 现在还在跳哦 00919 你要跳江坡图 不要跳铁线 可以先看我们出来 919 919 真的是跌的 我没有鼓腻哦 真的是跌的 跌的 那929 929 你看真的是跌的哦 也是黑的 我没有黑他哦 他真的是跌的哦 9936 跌的 跌的 不对啊 现在涨了快400点了 不对耶 我今天盘工集图 还涨300点而已耶 现在涨了快400点 然后什么919 929 939 都是跌的 呃 呃 你有没有突然觉得 这个高股 奇怪怪的 嗯 好 那David跟你说什么 要我选 我选941 有 来 你看0091 好 00941 今天走势嘛 好 0091 哎哟 涨3% 诶不一样耶 不是因为它涨3% 而是因为00940 941才对 00941不是高股息 它买的是半导体上游 哦 它有台积电 嗯 台北股市今天的 将近400点的涨幅 只涨两只股票 是 一 台积电 台积电 台湾我们看到现在的 高股息TF 919 929 939 940 通通没有台积电 嗯 有的话也是占比很低啦 因为前十名都不是台积电 嗯 也没有另外一档股票叫红海 2317 是 今天继续都涨 台北股市今天就涨这两档 这两档贡献的指数 一大半 其他 也都没有分到耶 有啦有啦 有档低论股有分到 哦 相关的 嗯 8299群联 今天长天 哇 3450呢 8299啦 我刚刚不讲 哦 我想到 对不起 我这滚倒了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 8299 你在跟我讲什么 好来 讲听吧 对 哇哦 哇哇哇哇哇哇 平安你今天怎么了 我就觉得你怪怪的 怪怪的吗 你在想回原谤去 星云亦马 星云亦马很明显啊 对啊 心里有点就想要小池嘛 小池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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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诶 女生心里想的是小池 OK啊 那男生心里想的又是谁呢 你看看 男生心里想的只有老婆 不能再改了 求生欲之强 求生欲之强 好 老师那今天盘涨了 所以今天涨这么多 我们来思考一件事 为什么只有台积电 跟红海 David不是刻意去黑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真的只涨他们 真的 那好玩的地方 诶那涨全职股 嗯 对不对 联发科有涨哦 嗯哼 联发科 有 那你回来了评判 对大家到评判了 那今天480年代涨谁啊 联发科没涨啊 那只有红海 台积电 我们再检查一下 那尾创好了 3231 好 小小的 不感觉 那 红机好了 2353 不感觉 不然华硕好了 好 2357 2357 有哦 小掌 小掌 有有有有 如果华硕我记得他应该点满神的 那今天最狠的是谁你知道吗 记不记得那个上个月我们赚很多那个2376的技甲 我不是叫你们370卖掉吗 嗯 哎今天破300耶 对 技甲今天破300 跌破300耶 台股没有跌哦 但是这些 我们没有看错嘛 没有啊 技甲也不是小股票 技甲有61的股本耶 哎 他这么强势的股票可以 很怪对不对 真的 这David在讲 台北股是今年的大多头 当然是好 嗯 但是我说 该做适度的整理的时候 要整理 嗯 稍微回一点是没关系的 对 回个500点都没关系 但是 因为哦 你只靠台积电跟红海撑着 就会很多股票涨涨 哇 过去两个礼拜 David在跟你说 世心不能买 对 上礼拜涨停 我说那一个涨停我不买 我们讲的很清楚 有 你看到今天 依旧是黑啊 那一根红棒完全没用啊 没有用 明明台北股市今年在 今天 就在此时刻 现在是创今年的新高 还是历史新高 嗯 红海长这样 不是红海大长 是 喷出去 喷出去 但股王世心 多得投降 哎 他涨停也没好呢 没好 股价继续往回 外资看好也没用 我就说不要相信外资讲什么 我昨天不是跟你聊这件事 对呀 外资不是看好 看好看好 没好啦 也是没好 David没有出手不用挤啊 我讲很多次 我没有出手 你不要紧 没有出手 不要丢掉 昨天那个给大家这个资料 我觉得很有趣啊 来 这个立挺嘛 立挺是立挺啦 实际上怎么做不晓得啊 人家还写 51304880460耶 分别看这三个股价 今天就持续的 可以啦 可以啦 跌到 今天3370 我们昨天是不是在讨论 世心的年限了 我相信应该很多观众朋友应该知道 你们有去查吗 应该知道了嘛 我就不讲这个数字 我们会后啊 应该下节目之后 但是我还是要讲啦 我没有希望他跌那么深啊 我没有希望他跌那么深啊 是 对对对 但是 有些事情不是我希望 怎样就会怎样嘛 对 但是你会发现啊 老师通常讲出来 那个都是本的 不不不不 那是你讲的 年限 昨天大家去看昨天节目 年限明明就你讲的 我才没讲的 我们在五日线破了 月线破了 季线也破了 然后半年限刚到嘛 对不对 对啊 三离拜就破了嘛 对啊 这里这离拜到到半年限 所以我在说 所以你看年限是你讲的啊 我才没有讲年限 怎么会这样子啊 明明就年限是你讲 明明 对不对 明明中自有注定哦 明明 手上有四星的自己找他 找我隔壁这位 Oh my god 黄同学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对 这一切都是意外 这一切都是 好啦 台北不是今天到我们强势鼓 对啊 有啦 有一个族群抢了 很久很久没来的 风力发电 上尾头 哎哟 上尾头我们今天是 讲停满的耶 上尾头应该是 可买吗 3708 可买吗 做短一点 做短一点 可以哦 短一点 有赚就 有赚就要跑啊 那海外党 太阳能的 元晶 六四四三 六四四三 今天涨停 安息哦 我跟你讲哦 元晶这个产业 我个人不太推荐的 为什么不推荐 那它的确是拉回 你说老师很好啊 底部起长啊 是符合你喜欢捡便宜的逻辑 对啊 今天第一根 然后你看今天第一根 哦第一根 问题是它是一个持续向下的产业 那就是赚了就要跑啊 我们缩小来看 比如说它去年一年真的就是跌的耶 真的耶 嗯 所以它是跟台北股市大多数是完全没干系的 顶多就是它没涨到的后 就是因为可能台北股市长到没东西可以涨 它来一下 等一下 涨到没有东西可以 啊不然台北股市长两万人一百 不然还在这里是涨一下 远金啊远金 这就是David跟你讲 我说有时候我们看股票看族群 不是只有涨停很好而已 哦 稍微看一下产业的趋势 对对对 会更好会更好 所以它是持续往下 呃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往下的 哇 所以比较比较不好啦 我在录影前来说老师这档股票 它已经破了 今年破底了耶 对啊 可是我觉得那是不合理的啊 嗯 我所谓不合理就是说 台北股市明明在大涨 对对对 然后一直在破底的股票呢 你真的要特别小心吗 这个产业就是表示它后面的趋势性是不好的 嗯 它会涨这样嘛 嗯哼哼哼哼 好啦给你做参考 给你做参考 好 所以涨不见得 它就是一个 不要看到涨停就兴奋 好不好 觉得未来又不错呦 上礼拜世新涨停 我相信应该一对人很兴奋吧 真的耶 很多人问老师 你进场啊 没有啊 我们讲白了 这一根涨停我不要啊 有的 上星期我都公开讲了 这根涨停我不要 这个不要 对对对 我不买你不要买 嗯 事实证明 嗯 老师那到底还有没有可以来做关注的个股 对说要可以关注的我先讲 对呀 我在 现在讲座不是要讲吗 嗯 第一个族群吗 第一个族群 第一档已经发动了嘛 发动了发动了 然后它相关的隔壁那几个都已经在动了 隔壁的 对是全部都在动了 哇 所以这个族群留意一下 老师说它是领头羊吗 对对 它昨天涨今天没涨 但它一停下来 隔壁就动了 就换其他的 对 就是那一个族群的动了 哇 那这很显然就是台北股市 因为位阶很高 嗯 因为两万点一百 你不要跟我说位阶不高啊 高了 历史性高也位阶不高 真的 旅创性高了 所以有一些 这一波没轮道的族群 开始慢慢发动 像今天就第一个人有动嘛 嗯 有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嗯 David昨天给你讲的 那个族群在动 是的 是的 就这个族群在动了 要特别的关注了 嗯 不会啦 反正长个几天之后 大家都会知道了 长上来大家就 哦 那它它动了 它动了 但是你们不都要买好了吗 也是 有来讲座的朋友都已经买好了 也是 那所以动不动 反正你们都已经赚到了 哈哈哈哈 你管别人怎么讲 啊你已经贪到手了 也是哦 就同一个逻辑嘛 嗯 就像那个什么 嗯 一月份我的线上课程的时候 我跟你们讲说 散热要继续买 嗯 那时候很多人不觉得吗 嗯 到现在 哇 都已经一百多% 一堆在那边散热 对呢 我到没了解啦 他说散热好棒棒啊 啊 皇城中心店 市店近代创新高的 压力市店 这是这样 也是课程里面跟你讲的 哦 没错没错没错 好啦这一次我们就 不理他们了啦 嗯嗯 我们以后有缘再来啦 以后有缘再来 啊 起想这个啊 老师说到了 嗯 说到了重念 他其实像 比如说像华晨 他的 哦 本益比的问题 本益比已经到 75 75了耶 我记得 好啦我算给你听 我之前在 课程 其实这一次讲座我也有讲 哦 华晨哦 不过就赚10块左右耶 嗯嗯 所以你看嘛 50块 500块就是50倍啦 600块就60倍啦 对呀 让抓就好了 像70 那700块就70倍啦 对呀哦 他 今年1月5号 1月8号的课程文件 他今年都在10块啦 嗯 然后这一次的讲座 我有讲华晨 他真的就是10块啦 嗯 那为什么那么贵哦 我其实跟你听哦 700贵耶 这件事我在讲座里面 讲了很多次 台北股市这个多头 2024大多头 特色是什么 一口气 嗯 嘎到爆 那什么叫一口气嘎到爆 对 没动的族群可能不会 暂时不会动 那等下一轮 已经发动了 就是散热嘛 对 对不对 然后重电嘛 嗯 然后台积电 红海这种的嘛 是一口气嘎到爆 嗯 家庭指数也是啊 一口气嘎到爆 嗯 对不对 嗯 那为什么会长这样子 是因为他把第一季做完 等到第二季 第三季 业绩出来还是很好的时候呢 那股价早上解除了 哦 就是这么邪恶啊 就 就 昙花这样子 没有一线 他线了三个月啊 他不是一线啊 他跟你狂赚了三个月啊 狂赚 诶 一次到底 啊一次赚了三个月不好哦 已经到底 可以 这样不好吗 好 各位好朋友们 爽度 爽度很高 爽度很高啊 非常高 为了是你现在再慢慢追 后面就不好了啊 哦 我在讲一件事很好玩 呃 因为最近那个高股CTF很夯 然后就很多分音师在说 哎 我们要买什么 有买什么ETF 买某支高股CTF 让我去吃那个00940的豆腐 哦 你敢吃下去 就买它的成分股吗 比方说你买00929 哦 对不对 哦 然后呢 买929呢 然后 吃940的豆腐 啊 结果 都没涨啊 买929吃940的豆腐 啊 结果也没涨啊 那我们再看看哦 为什么会涨你知道吗 嗯 我们来看929的成分 嗯 2385 前一波大涨的群光 好 2385 你看看今天 哎 不对耶 今天涨不是涨三四百点吗 对啊 好像没涨呢 那为什么群光突然变涨 对啊 神迹也是哦 3.005 哦呦 61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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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对 哇哦 这是说David讲的 我在讲座也讲过 说高股息的东西哦 你赚了要跑 嗯 因为它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个真的有成长性的股票 嗯 他唯一涨的是只有 他就是成分股 你资金进去 你就得买吗 哦 他涨的理由 只是有人买而已 老师那这样子的话 近期进去的人 其实是买在高点了 对不对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件事 我又开地图泡了吗 我不知道 所以有些事情哦 我们稍微理解一下 知道发生什么事 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是 你真的不要 很多人说 哎羊群笑意了 没有 其实这不止羊群 我觉得蛮多人 是利用这个方法来赚钱 是 我说怎么利用 就是说 我在一直跟你讲说 哎我买了929啦 然后去cover940啦 结果940也下去 929也下去 嗯 为什么 当有同样一群 来做这件事的时候 好David问大家一件 很简单的逻辑就好了 你知道 929 939 919的成分 过94年成分股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这几个礼拜吧 对 那是不是有人在那之前 就去买了 对 会不会 凡是有人先知道 对啊 嗯 那是不是已经有人转走了 嗯 就像 我在讲座没有 我讲说 940那个买的时间在哪里 他是突然 这礼拜就喷出去 什么呀 对 然后 然后 然后咧 你就要回头 结果什么 然后你很快就回来了 哎呀 这些事情 本节目有点恐怖呢 不会啦 怎么会恐怖 一切都是 事实总是残忍的 没有残忍啊 就是告诉大家事实嘛 你们该怎么调整 自己调整啊 两个80 那是我的体重 哈哈哈哈 屡创新高 并没有 并没有 有 有keep住 keep住 keep住 有啦 keep住是这样子的 没做了 所以啊 不要人云亦云 一窝蜂 锁到之处 连吃个饭在旁边的人 都在讨论 零零 我要讲的是 这件事很难 哦 叫你 便宜的时候 叫你买很难啊 难啊 那 夯的时候 叫你不买 也很难啊 你弄不住呢 不用弄啦 就是 让他们就去吧 哦 为什么要阻止别人 买股票呢 或者买ETF的 没有意义啊 因为你讲他不会听啊 嗯 就像为什么David说 要我不会买高股息啊 嗯 事实证明一切啊 嗯 因为你要 高成长性的股票 其实在今年 才会是好的 尤其是半导体 是 高股息在选股方式 我不是很认同啊 哎 老师刚讲了一个 就是心理层面的耶 当初 哎 还没讲的时候 叫你买 不然我看嘛 我问大家嘛 去年10月31号 叫你破碟会翻腰 你们赶快买 真的有听进去吗 也只有我们的会员 认真听而已啊 真的哦 哎 当时那个氛围 老师 因为我抠讯 一直逼着他买啊 当时多少人往下喊啊 万二万二万五万五 一直往下喊 去年10月底啊 对啊 10月31那天啊 是不是 当时15975耶 对啊 他问啊 你看今年的1月17号 那个礼拜 前一个礼拜 对啊 David是不是买了一堆CPU 哦对 对不对 上全Bullway 对不对 那些的 结果呢 一波喷出去的时候 我在那个时间 还买了什么 还买了很多 什么华城中心店的 有有 亚利 对不对 然后还买了什么 还买了很多散热 嗯 有 你看这些波 也卖的差不多了 就是David讲 我说当台北股市在高档震荡 他还没有修正哦 他也不见得会有大修正 对 但是你有发现资金 在挪到一些奇怪的族群区 没错 所以那些族群 就是我这一次讲座的一个重点 嗯 有开始捡便宜的朋友 其实你现在也开始赚钱 是 那你根本不用管什么 939 949 9来9的 我不知道 不要人家揪灵就走啦 嗯 这 这是一句台语啦 哦对对 人揪 人甘不怕 什么人甘不怕 对 我觉得这里会耶 这句我很会 诶 诶平时很强耶 人甘不怕 吃贵甘哭哭 鸡 哦 表情吧 诶还可以也不错诶 诶还可以 这句终于用到了 对啊 你怎么会这一句啊 真是吓到我了 可是这真的是心里面的 其实投资就是很单纯的心里面啊 嗯 就像为什么大家会就很夯 这个940 940 对 其实不是因为940特别好诶 是因为940的行销做得很好 真的哦 然后再加上很多的YouTuber的推广 对 但再加上一个就是台语位阶高 所以市场热 诶YouTuber我想到 我真的这样子广告也杀蛮多了 杀很多啊 我自己也不是讲过了 那个都是 十百千万 至少七位数啊 哇 真的啦 哇哇哇哇哇哦 就我梦到的 至少七位数 很猛耶 诶这样子在各大媒体推波助澜之下 有啦 你一个比较有名的那几个都嘛 有 对 所以啦 我们不要讲是谁了 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啦 本节目每天来收看哦 我们是讲 我们是在跟大家具体分析 它长什么样子哦 是是是 我们没有任何sponsor哦 是 我们节目YT 我们这个YT频道也没有开收益哦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不怕标不标的问题 反正本来就没收益 我们事实来告诉大家 我们只是告诉你事实是什么而已 是的 喜欢听事实的 听我们节目 一定要 对 如果喜欢被洗脑的 那慢走不松 好好好 那么接下来 你的目光节点放在哪里 既然有些涨到的股票 拉回什么时候可以买 总是有一些 本来基本面很好 很好的 然后也是长期向上 是的 但是 还没涨到的 还被忽略的 总是有这种好标的 落后的 落后的不见得都好啦 是要真的 要分辨 往上的 但它股价还没涨才好 没错没错 回过头来看 你怎么还倒在这儿的那种股票 那后面真的好 这种就要爱求 这种才要买 爱要买 所以为什么说 那个讲座五千块很便宜 真的很超值 给大家都参考 好的 老师我们的 讲座的内容 持续来做开放嘛 反正看一面不够 可以看第二面 好好好 千面不厌倦 让你看到倒背如流 没问题 还没有的好朋友 你自己报名 自己电话拨动打来问咯 0266303231 节目最后呢 真的非常感谢 David老师 甚至呢 想要把握 接下来每一次 进场的重点 进场的时间点 我先讲 我们讲话太实在 如果不小心 戳到别人 先去跟大叔 I'm so sorry 但就真的是 真正的真心话 我们还是要告诉你 他长什么样子 这是我们的责任 好不好 好的 想把握 接下来每一次赚钱 几乎的好朋友们 一样电话 来做播动咯 66303231 问题频道的好朋友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 by bwd6